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觉得今天阿峰其实排这个蛮有生意的 因为上一个街坊启蒙计划是focus在高中 那我今天其实代表青年玉山 我们代表还有小玉山 我们focus其实就是在大学 还有职场青年 那其实讲到玉山 青年玉山 我就讲我们是玉山科技协会的分支机构 我们有个分支机构是青年玉山 还有一个是小玉山 那我们先讲说玉山科技协会 那玉山科技协会大概是20年前 在矽谷华人的一个科技社团 那他们的目的呢 主要就是促进华人知识经济的交流 然后帮助中小企业或新兴企业创业创新 那我后来那时候我在美国念书 那我回来之后呢 我们就有一个机会去跟玉山科技协会理事长 我们有个饭局吃了饭 那我们就觉得说在台湾 知识经济不应该只有在同一个阶层流动 就说只有玉山科技协会 他们大概都是五六十岁的高阶精英人士 精英分子 我们觉得说知识只有停留在那边是没有用的 我们要把知识带给青年带给大学生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青年玉山 那青年玉山基本上是 它是做什么的呢 我们就希望说把有分成几个方面 那这是我今天大概会讲的奥赖 那青年玉山是我们希望做的是几个 一个是跨世代经验的传承 就我们希望说有一群很聪明很厉害 很有社会经验的玉山科技协会的长辈们 我们希望把他们在职场的经验 包含他们可能对创业创新 对一些知识的一些经验 可以传承到大学 传承到职场青年 我们职场青年是青年玉山 再传承到小玉山 然后另一个我们希望说 做一个青年的平台 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同世代交流 因为我们都有观察到一个现象 我不知道在场各位有多少人是 以及业界人士 稍微举一下手好了 在工作的 OK那念书的还在大学的 OK看来一半一半 那就是说我们 以我们青年玉山来讲 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 就是说当你开始工作之后 比如说是在 我是一个工程师 我的视野会变得越来越小 我越来越认识的朋友 熟识的朋友 都是我可能工程师的朋友 我们聊天话题 今天这个城市怎么样 明天有个什么新的 framework要出来了 那可能在银行业想的就是 都是银行业的 今天哪个投资 什么直接被并购了 我们觉得说这样是不对的 因为当你越来越熟悉 从一个角度看事情的时候 你就不容易去理解对方 今天不管是社会上很多纷争 有的时候劳资纠纷 有的时候什么纠纷 可能是劳方不懂资方 资方不懂劳方 那很多问题 比如说工程师不懂科学家 不懂艺术家 那艺术人士不懂其他人 所以我们会面对社会上 很多不一样的分歧 所以我们觉得青年玉山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使命 就是说我们希望办一些活动 然后找一些不同领域的人来讲 我们希望即使出了社会 即使离开了学校 我们还是有一个跨领域交流的一个空间 对 那我们为了这件事情 我们做了什么 其中一个是 30、360行青年的资厂人物专访 另一个就是青年玉山小聚 那资厂人物专访呢 我们是就采访了 不管是公务员会计师 还有很多不同的职业 因为我们会觉得说 很多大学生 刚刚在座很多大学生 比如说可能有的是double一的好了 你们真的知道 比如说进台积电工作是怎么一回事吗 很多人其实完全不了解 都觉得 好像很酷 台积电连电 薪水很高 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他们要做的是什么 可能分数到了 申请上了就去了 其实这跟肩膀启蒙计划之前讲的一样 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自己 天赋是什么 要什么 他们只是觉得说 OK 我妈妈觉得说联电很好 台积电很棒 我就去念了 我分数高中考到了 然后第一支援分数是医科 我就去当医生了 但其实这是不对的 我们认为说 你还是应该要知道 你真正的兴趣是什么 所以我们做了这个职场人物专访 像我们有采访一个是艺术策展人 有讲 虽然我们是玉山科技协会分支 但我不只是做科技 像我们想说 很多人可能念艺术的 会被父母说 你念艺术以后出来要做什么 但我觉得说不一定 我们就实际去找了 做艺术策展人的 他就是帮 比如说著名美术馆 北美馆 策展一个艺术 其实做艺术策展也是很有趣的 这可能会成为一个 我们就像透过这种 不同人物采访的方式 去告诉大家说 其实你的出入有很多种 其实念艺术 也有 可能不一定一定要当画家 你可以做个策展人 做一些什么别的 然后我们也有采访一些科技的 像我们采访了一个 在Facebook的 做intern的工程师 因为大家都有用脸书吗 我想来的人 应该都有脸书账号 所以我们就想说 那到底在Facebook 工作是怎么样 As an engineer 那国外的工作环境 跟台湾的工作环境 有哪里不同 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种采访 实际上真正在工作的小人物 现在我们觉得他是大人物 每个人都是一个大人物 大英雄 然后让在职青年 或准备进入职场的青年 能够真正知道 这个行业 这个工作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然后不是一个物领看话 好像隔着一层沙 说OK 我好多选长都去连电了 所以我去 对 那另外一个呢 是我们办青年玉山小聚 就是我们讨论职场青年 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状况 知识经济不是只有 真的像教科书上的那种知识 叫做知识经济 我们认为说 像合一住宅 现在的住宅的问题 青年购物的问题 我们就办一些讲者 请他来说 告诉大家 现在青年 你住屋住房 可以怎么办 像我们谈两性职场 对 就是像有青年感情会结束的 对 都有可能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 青年感情问题其实很重要 因为现在那么多人晚婚 很多三十岁单身 其实 这也是一个青年很重要的课题 那当然这就不只是 我们认为这也归类在知识经济 因为情绪EQ对你也蛮重要的 然后还有创业 这些是我们更要做的 就是我们希望 台湾接下来可以有更多的创业机会 电影文创 我们请了那个 做BBS项目的正义 欧阳彭的制作人来分享说 在台湾如果你要做文创 做创业你要怎么做 那当然了还有实际的 我们有做一些实际的工作坊 就是请人来做说 Wordpress怎么嫁一个你自己的网站 然后投资 然后财务 对 那这其实就是我们的愿景 我们希望说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有更多的知识的经济的传承 然后更多的交流 然后认识更多不一样的人 但是我们现在后来发现 就像我刚刚讲的 只有这样是不够的 我们发现一个真正的问题 我先直接跳到这边 真正问题就是 我们认为经济跟知识的传承 不应该只有单方面 不应该只是从 感觉好像老一代人才可以交下一代人 不是只有六十几岁可以交四十几岁 不是只有四十几岁可以交三十几岁 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一个经验的沟通 我们认为现在社会上有很多问题 在于世代之间的不了解 那我们玉山科技协会最好的一个优势 是我们有老一辈的玉山科技协会成员 我们有职场的青年玉山 我们有在学的小玉山 所以我觉得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我们希望这边变成一个 跨世代沟通交流的平台 我们认为我们需要让 五六十岁的人知道 学生在想什么 职场青年在想什么 我们也希望让他们知道说 职场青年他们看到的东西 跟学生看到的东西 也有可能教老一辈的人 告诉他们说 其实我看你的世界 在很多地方可能比你害羞 网络科技 我们可能在一些文创艺术的地方 可能比他们更知道要怎么做 因为就像之前讲的 你可能五六十岁 你的价值观已经死了 那我们认为这个沟通的流动是必要的 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个 OK我们要做一个青年玉山的沙龙 我们希望在这边会邀请 玉山科技协会或其他公司的 董事长级的人 总经理级的人 跟第一线的职场青年 然后再跟在学学生 我们在这边要做一个mix 我们希望让大家真的知道说 世代的对话你们要做什么 就是说彼此之间的沟通问题 我们要真正在这边有一个交流去解决 这就是我们对于世代的看法 我们认为说很多人说 现在世代在竞争 在战争 我们没有 我们觉得这世代要互相学习 互相进步 那当然就这样就可以回到过来 我们接下来就想做说 有沟通有进步 那我们也就希望说 成立一个天使创投基金 如果你有沟通你有进步你有想法 你真正想要改变些什么的时候 不见得只是商业 有可能是NGO 我们会有一个天使创投基金 去协助这些人 那我们也会有个导师计划 就是说 如果你觉得说 我需要的是前辈的事业高度的时候 我们会有个导师计划 去告诉你说 那我们会找这些 比如说高阶总经理去带着你说 你看我们在高度 企业的高度是怎么看事情的 去培养职场青年来接班 对 那这个大概是我们青年玉山的部分 那我们待会会说 青年玉山如果用一句话来讲 就是一个经验传承 交流拓展 还有一个跨世代沟通的平台 那当然创业创新 这是我们玉山科技协会 本来就一直会做的事情 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给我们的 小玉山 他讲的会是大学部的部分 就是说给很多还在念书的学生 他们要做的事情 谢谢 现在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小玉山 然后前面 这起源的部分我们就不讲了 因为时间有限 好 就是我们一直觉得 传承 为什么 为什么传承 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常常就说 国高中的课纲一直在修改 为什么我们要念大学 不去技职体系的教育呢 然后技职体系的教育真的不好吗 但其实也不见得 但我们好不容易上了大学之后 等一下 投影片 就是我们好不容易上了大学 然后也修完大学的四个学分 就是恋爱啊 社团啊 打工啊 学业 然后我们要毕业的时候才发现 蛤什么 为什么现在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 失业率一直攀高 然后大学生毕业只有22K 难道那些大老板们 或者是那些企业们 真的不愿意投资一些薪水 来放在我们身上吗 那我们发现 其实也好像也不一定是这样 我跟很多老板们聊过天 他们也说 他们有释出工作啊 释出那些工作 也绝对不是只有22K 那为什么他们 他们说没有人来应征啊 那到底是为什么 什么样的原因 造成这种资讯上的落差 那我们发现就是 我们缺乏了一个 可以跨世代 跨领域 还有跨国界的一个 交流的对谈平台 所以这也是我们 小玉山的目标 那我们觉得就是在 有经验的前辈们 和正职事业冲刺的青年们 还有有理想的学生们 我们对彼此都还不够了解 那我们现在小玉山要做的 就是要整合这个部分 那我们先讲到跨世代 就是我们小玉山 会有一些活动 像是雨里监事有约 还有玉山小聚 我们常常可以出席像这样的场合 然后和一些四五十岁五六十岁的 企业老板们有一些近距离的沟通和分享 甚至是发问 那我们也会有像是产业沙龙 像是我们去年有邀请到活动通 Whose Call Easy Table 就这些属于比较青年创业的部分 那我们也可以跟这些青年的创业家 了解说他们在这创业的旅途中 他们有哪些遇到哪些挫折 哪些经验和哪些心得 那所以在老年中年 就是还有年轻人的这三个领域 我们都有做到跨世代的就是社族 那再来我们讲到跨领域 那我们暑假会办一个活动叫CTY 那CTY参与的学员 不只是商学院 理工学院 还有文学院 社科学院 法学院 我们甚至包含了生医农学院等 就是我们参加的学员是跨展 跨族非常多领域的 那如果你参与了 就是你加入实习生之后 玉山科技协会的会员 也是在各个领域 不管是产观学界 那甚至只要你愿意去寻找 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人 他的工作是和你的兴趣 你的领域有相关的 那再来我们要讲的是跨国界 玉山科技协会在全世界 有17个分会 分别在香港 深圳 新加坡 美加地区 还有我们台湾 那今年暑假的CTY 我们跟南加玉山那边 有过一个合作 就是他们将会派UCLA 还有USC和Keltech的学生 来参与我们这次暑假的 CTY的这个营队 那我们最近还有在拟定一个 叫做实习生的跨国交流计划 透过这个计划 我们可以让实习生 仅需支付机票的费用 就可以到其他国家 和玉山分会进行一些交流 那实习的部分 也会借由该地的协会来负责 好那我现在介绍一下CTY9 只剩下一分钟 那我快速讲过 就是我们会有三场 银钱工作坊 那第一场 我们预计邀请林知诚 来我们讲创投与创业者 之间的关系 第二场我们会请 Yahoo期末 企划总监来问我们讲 如何做出一个 吸引人的简报 第三场就是和焦点合作 举办一个创业沙发 那引起我们要邀请五位讲师 其中已经确定了其中四位 分别来自Google、Line、IBM和达摩媒体 那第五位我们预计邀请 梦想学校的王文华先生 57秒 好 那我们还有一个活动是产业沙龙 那目前我们已经 着手邀请以下这些团队 那其中 讲经历人、城市浪人 和艺术星 很多团队我们都已经邀请到了 那这些团队中不仅包含了 像是 像是一些社会企业啊 或者是被引力组织 我们都有就是 社族就包含在里面 那再来是创业竞赛 今年我们将与Type Angel合作 那Type Angel也会派遣一名 业界的资深顾问担任我们 就是这个比赛中 第一名的 就是第一名的队伍 他会让他去做担任他的Mentor 那如果指导顺利的话 可能就会 不排除投资的可能性 那再来是今年所创玉山之业 那玉山之业 我们会邀请30到40位 企业界的高阶领导人 那他们会在这个场合中 跟学生有一些近距离的分享 甚至是一对三、一对四 这种非常近距离 就是非常近距离的分享 好 那未来展望就先不讲了 好 那不管你愿不愿意 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我觉得 就是来到这里 你不只可以改变别人 就是不只别人可以改变 你也有机会改变别人 把你的想法 让所有人都知道 那报名CTY 就是踏出你的第一步 来这边改变你自己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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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